来来来啦 闺女 妈 你来了 来 快坐 来 妈 你快坐 哎 闺女 这五张时间 你又不去看我了 妈都想你了 妈 我也想你了 这不是你今天过生日吗 我把你叫过来 我们出去吃顿饭 那好 还是我闺女孝人 你这说的 妈心肯力去了 妈正想着去饭店吃饭呢 那行 妈 那孙毛也在家呢 我叫她 孙毛 孙毛 快点 咱妈来了 妈 妈来了 妈 您怎么来了 瞧你这话说的 今天啊 咱妈过生日呢 淘淘把我叫过来 说我今天过生日 让我去饭店去吃饭呢 是吗 妈 不好意思 最近我比较忙 把这事留忘了 没事 妈不怪你 工作要紧 妈 这样吧 今天你过生日 我今天也休息 要不然我在家里做几个好菜 咱们在家里庆祝一下 孙毛 做什么呀 我刚才啊 跟我妈都商量好了 咱们今天出去吃 去饭店呀 那也行 那咱们走吧 你等一下 妈 你在这等一会儿啊 妈 真不好意思 最近去人比较多 把这事留忘了 一会儿我好好补上补上 金宝 不要再说了 妈不会怪你的 妈 这你今天过生日呢 我也没有什么礼物好送你的 直接给你两万块钱 你喜欢什么 直接去买就行了 哎呀 妈真的太开心了 以后 我想买什么 就我自己去买 那行 妈 咱们走吧 最忙走 你们去吧 我不去 怎么了这是 是呀 最忙 刚才呀 好好的 这怎么不去了 对呀 今天我妈给我生日呢 行了 桃桃 咱们离婚吧 你什么意思 什么 最忙 你要给我闺女离婚 当初我闺女嫁给你的时候 我没钱你家条件不好吧 现在 你这什么意思 又给我闺女离婚呢 你没结婚这几年 桃桃跟着你 吃了多少苦 输了多少岁啊 现在你找本事了 竟然给我闺女离婚 最忙 你到底想干什么呀 这今天我妈过生日 是个开心的事 你在这找事是不是 我找事 桃桃 你自己做的什么事 你自己不知道妈 这什么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你告诉我 妈 既然你问了 那我就告诉你 前几天啊 哥 来了来了 嫂子 嫂子 见你啊 我哥啊 在屋里呢 嫂子 我哥呢 你哥啊 她睡觉呢 昨天晚上加了一晚上的吧 有什么事 你直接跟我说就行 那个嫂子 我妈住院了 需要动手术 我手里没有那么多钱 可不可以先借我一点 什么 你妈生病了 那关我什么事 我可告诉你啊 我家最近啊 缺钱 没钱给你妈看病 嫂子 你看这话说的 那我妈不是你婆婆吗 你如果手里有个一两万 你先给我拿一点 咱妈急着动手术呢 这人命关键的事 这以后我有钱了 我就还给你了 我刚才不跟你说了嘛 我家最近没钱 你怎么那么多事啊 行了跟你走吧 嫂子 我不走 要不然你把我哥叫出来 我跟我哥说也行 行了 叫你哥干什么 我告诉你 这个家我说的算 我说不让他给你 他就不能给你钱 嫂子 嫂子 什么呀嫂子 赶紧走吧 我们家不欢迎你 走 你干什么呀 嫂子 什么呀嫂子 赶紧走 哥 你可出来了 那个 咱妈住院了 动手术需要钱 现在 可是我手里 没有那么多 刚才我给嫂子 来借钱 嫂子就撵我走 什么 咱妈病了 陶导 你怎么能这样呢 这我妈都病了 这我妹妹找咱们借的钱 你怎么才能把妹妹赶走呢 你说的怪轻松 咱们家哪有钱呀 就靠你一个月 挣那几千块钱吧 还不过我花的呢 陶导 你怎么能这样说呢 那平常咱们攒下来的钱呢 现在我妈病了 正需要钱 咱们把钱拿出来给她呀 追马 你过过脑子好不好 那我要是把钱 确定你妈去治病了 那咱们以后吃什么喝什么 不吃了不喝了呀 陶导 咱们发现我可以再挣 但是我妈现在正在做手术呢 你怎么能这样呢 没有钱 我告诉你 你要是敢给你妈拿一分钱 咱们这个日子也就别过了 你说什么呢 不想过了是不是 对啊 不想过了 哥 你们别吵了 钱我不借了 我自己再想办法 我先走了哥 早什么时候不就完了吗 非得让我说难听的 你给我闭嘴 静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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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 你回去吧 别因为这儿和我嫂子生气了 静静 是哥没本事 不过你别着急 这个钱哥给你想妈妈 他不愿意借啊 你找我的朋友借 找我的同事借 你放心 这个钱我肯定会给你的 哥 麻烦你了 说什么呢 我跟你说起你了 你现在先去医院 照顾好吗 我把钱收够了 我直接就去医院找你 行 哥那我先走了 别担心啊 不行 我要 得去借点钱 去给我妈看病 妈 这里是涛涛做的事 你说她做的对吗 涛涛 这里最本事的都是真的 是真的 闺女 你让我说你什么好呢 那婆婆也是妈呀 那人命关天 你怎么能这样做呢 你小的时候 妈是怎么教育你的 婆婆也是妈 这些你都忘了 什么婆婆也是妈呀 那我婆婆又没生我 又没养我的 凭什么孝敬她 对她好啊 涛涛呀涛涛 你真是想气死我呀 你说你怎么那么不懂事呀 你那个婆婆 我是知道的 自从你叫她到这个家 她让你干过什么呀 家伙活做饭 什么不是你婆婆干的呀 就拿你做叶子来说吧 你那婆婆 凑你凑的多周到呀 给你吃给你喝 想上办法 让你吃好吃的 你婆婆对你那么好 我这个当妈的 都看到眼里 你这妈就看不到呢 你那个婆婆 我最了解了 你竟然说她 没生你 没养你 那她为什么 对你那么好呀 我 你什么你呀 涛涛 这妈过生日 哪有你婆婆生命重要呀 那你婆婆要是病了 以后谁凑你呀 谁给你看孩子呀 谁给你看孩子呀 你是怎么想的呀 尊宝 这个钱 你拿着 赶快去给你妈看病 都是妈对不起你 没有把涛涛教育好 妈 这 先拿着吧 给你妈看病要紧 妈 谢谢你能理解我 涛涛 你看看人家尊宝多懂事呀 你要向尊宝学习 不是我说你 你这种做法就是不对的 妈 你别再说我了 我知道错了 对不起 涛涛 你没有对不起我 你对不起的 是你在医院中的婆婆 还有真宝 他们两个都一多好呀 你都不知道感恩 现在你该怎么做 你应该知道吧 那真宝 我们去医院 去给妈道歉 行 好的 走 我们赶快过去 这么做就对了 赶快去要到医院 给你婆婆好好到个线 好 走 我跟你们一起去